英国都座王朝的最后一代君主是一生未婚的伊丽莎白一世 因为伊丽莎白没有子嗣 所以在她去世以后 她的表直送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被拥立为英格兰国王 这就是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 因此英格兰与苏格兰也就合二为一 组成了联邦国家 共同王室就是詹姆斯斯图加特家族 詹姆斯家族的姓为斯图加特 所以詹姆斯家族统治英国的这一段时期被称为斯图加特王朝 斯图加特王朝的几任君主与英格兰的议会关系都很差 英格兰自1215年大宪章成立 1295年议会制确立 到斯图加特王朝开始的1603年 议会讨论形式的政治模式已经用行了300年之久 国会讨论治理国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从苏格兰过来的詹姆斯一世很不适应这种政治模式 认为国王的权力太小 议会限制了他的权力 因此他长期不召开议会 并曾于1610年1614年两次解散了国会 到了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位以后 为了对抗苏格兰的人民反抗 需要增加税收 查理一世不得已又重开议会 结果议员们因为国王增加的税费太重 而予以抵制 并规定议会应定期召开 不请议会同意 不得随意解散国会 国王查理一世没有办法 便跑到了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组织军队 宣布讨伐国会 由此拉开了英格兰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内战 国王的军队与议会的军队经过多次战争以后 议会的军队胜利 议会的领袖克隆威尔以国王查理一世为暴军 杀人犯 叛国等罪名 处死了查理一世 克隆威尔被任命为护国公 实行实际上的国家管理 克隆威尔去世以后 他手下的军官们又开始互相争夺权力 有一名名叫蒙克的将军 将被驱逐到法国的查理一世的后人迎接回来 并拥立为国王 视为查理二世 这就是斯图加特王朝的复辟 查理二世继位以后 便对当年参与推翻查理一世的人进行了报复 很多人为此受到了迫害 英国自都督王朝的亨利八世创建新教以后 就一直是基督新教的大本营 国内各个阶层都以新教为信仰 到了查理二世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当政时 他不顾国内实情 企图将天主教定为国教 因此遭到新教徒的反对 而詹姆斯二世强行镇压反对派 解散议会 与国会人民的矛盾达到了顶峰 于是国会的议员们便联合同样兴奋新教的赫兰国王 威廉三世 威廉三世出兵击败了众叛清理的詹姆斯二世 于是赫兰的威廉三世与其妻子玛丽便共同担任了英国的国王 1689年 英国议会的议员们与威廉三世达成了协议 这个协议便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法律 英国的权力法案 它的主要条款就是 不经过议会的批种 国王不能征税 和平时期 国王不能拥有军队 国王不能随意废除法律等等 它和1215年的大宪章一起组成了英国的法律基础 主要的目的就是限制国王的权利 保护议会平民的利益 是英国政治成熟的标志 从此英国的政体就基本稳定了下来 很少再出现动荡的局面 英国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 就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 在这个政治制度的催化下 英国第一个产生了工商业 经济繁荣 第一个诞生了惊天动地的工业革命 对外则是大规模的探索欧洲以外的世界 在地球上凡是有陆地的地方 传播先进的文明的英国制度 英国文化 是地球上许多封闭专制的国家 得以接触到人类先进文明 英国对外的贸易探索历史起始于14到15世纪 起初发展比较缓慢 但自从都多王朝开始 快速发展 到了1606年 英国成立了两家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探索的公司 隆东弗吉尼亚公司和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 1607年 隆东弗吉尼亚公司成功跨越大西洋 在经美国弗吉尼亚州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 詹姆斯镇 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 在经马萨主塞州建立了第二个英格兰人定居点 普利茅斯镇 就这样 英格兰的移民越来越多的来到了美国这片土地 特别是1620年五月花号霍禅 从英国带来了大量的清教徒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在当时的英格兰 因为国王及贵族大力推行新教 很多老的天主教徒不愿意改姓新教 所以有大量的天主教徒 商任冒险家移民美国 今天美国东北部这片地区 就被人们称之为新英格兰 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中 新英格兰地区也是第一个开枪的地区 英格兰对加拿大的殖民始于16世纪80年代 1583年 英国探险家汉弗莱·吉尔伯特 第一个在纽丰兰建立定居点 同时期 法国人更为激进 建立了比英国更多的居点 但后来英法发生了七年战争 法国战败 法国在加拿大的所有领地都被英国占领 直到1931年加拿大独立 英格兰的统治才渐渐撤离 但是英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却在加拿大保留了下来 在亚洲1600年 布列颠东印度公司成立 专门从事在太平洋 印度洋 延安广贸地区的商业贸易 从非洲浩旺角往东 穿越印度洋 到印度 马来西亚 印尼 再到南美洲的巴西 这一大块区域 国家众多人口秘籍 本来是葡萄牙的传统贸易范围 由于东印度公司的插足 葡萄牙与东印度公司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终于于1621年两国发生了战争 东印度公司胜利 这之后 英国的执政者意识到情况的复杂性 于是他们主动与印度的统治者搞好关系 并获得在印度建厂开展贸易的特权 后来又在印度得到几块居住领地 17世纪 东印度公司先是从印度中国进行茶叶丝绸贸易 后来渐渐垄断了消失鸦片生意 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1757年 印度的莫沃尔王朝与东印度公司发生战争 结果战败 至此 印度被英国所控制 印度全境归英格兰同志 在澳洲 1768年 英国船长库克到达了澳洲大陆 1770年 英国政府宣布对澳洲拥有主权 英国占领澳洲是最为轻松的 由于澳洲远离欧洲大陆 人烟稀少 因此从一开始 英国就将联邦中的囚犯运送澳洲 在长达百年的时间中 澳洲一直使英联邦的囚犯流放地 英国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统治一直比较平稳 直至今日 这两个国家依旧是英联邦的主要成员 英国是地球上占有领地最多的国家 除了上述主要地区以外 在非洲还有南非 纳米比亚 苏丹 乌干达 尼尔利亚 肯尼亚 埃及 喀麦隆 等众多国家 亚洲的缅甸 马来西亚 伊拉克 科威特 尼泊尔 卡塔尔 约旦 阿联酋 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地球上真正的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强大文明体 从长远角度来看 英格兰给这些占领区的老百姓 带来的是先进的文明 先进的科技 先进的文化 虽然当时挤占了当地统治者的部分利益 但是当地国家的被统治者 普通老百姓 却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纵观历史 凡是在英国占领统治的地区 人们富裕 市场繁荣 社会环境和平而闻名 比如当今的加拿大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等 凡是离开了英国统治的地区 人民愚昧无知 经济萧巧 战争频繁 比如非洲的南非 乌干达 索马里 肯尼亚 亚洲的伊拉克 巴勒斯坦 缅甸 等国家 这些国家不但离开了英国的教化管理 关键是他们独立以后 彻底放弃了英国的文化 英国的制度 所以才大幅后退 而其他曾经的英国统治区 虽然也独立了 但英国的文化 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人文理念 完全保留了下来 所以这些地区 依然保持了繁荣强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各个国家的保守的民粹主义盛行 排外情绪高涨 英国统治的海外领地的民众要求成立自己本民族的统治机构 然而英国并没有一味的武力镇压 而是顺应民众的诉求 一一默许这些地区独立 如今的英格兰联合王国 除了十多个海外岛屿外 就只有英龙本土地区 虽然它统治的地区小了 但英国的文化 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人文价值观 却占领了全世界 是人类的主流文化 主流文明 英语是主流语言 英镑美元是主流货币 英联邦是人类稳定文明的主要力量 非常伟大 值得学习 英国人类稳定文明的主要力量